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芒 嗨 我到了YouTuber兩年半 我才發現原來 我家光最好的地方是在沙發上面 但今天一直坐在地上 Oh my god 漂亮 漂亮 光漂亮 人家看起來就漂亮 這不重要 這不重要 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前幾週 在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感覺真的蠻奇妙 但是因為忽略到一些 來小的忙內 我們就不多聲聊這件事情 只能說第一幾年盛行 幾年盛行是不管什麼時候 大家都要記得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不覺得此場真的很重要嗎? 如果說可以從手下面想去看 有一個人他有沒有獲得 大富大貴 貧富清雲的機會 那麼磁場可以說是一個人 他的整個人生 越來越好跟越來越壞 最直接影響的主要關鍵 我們大家都說磁場磁場 我們很常在生活中會聽到這個詞 用比較老派一點的說法的話 老人家他們會說 磁場就像是一個老式的收音機 你調到什麼頻道 你自己就會聽到什麼樣子的聲音 然後來決定影響你今天的心情 所以你要自己去調和自己的磁場 聽你想聽的東西 感受你想感受的內容 或你想過我的生活 就是我們大家比較知道的 但是我個人 想要用一些比較心靈的方式 來讓大家了解一下磁場是怎麼樣的一回去 對於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覺得磁場 它很像很像 我們現在在刷社交媒體 或是在上網的時候 決定我們看到什麼內容的那個大數據 我覺得自己真的是 你知道還會比喻 不管是你的收音機 或者是你的大數據 都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今天在影片開始了 我想要先問你的是 在確定快山陰性 跟家獨先天疾病影響的情況之下 你時常感覺到你自己的身體狀態 四肢跟頭腦跟肩膀 整個人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人生就每脈開一個腳步 都讓你覺得非常非常疲勞 非常非常地疲勒 你是不是常常有像這樣子的感覺 我自己個人有經歷過 這個磁場跟姿勢狀態 非常非常插緊的一個時刻 唯一有經歷過我的人生就是 順風順水啊 每天都心情愉快 每天起床的時候都覺得 很有感情 同樣清晰 雙眼很明亮的時刻 在這兩個很極端的情況下 我自己個人都體驗過的 心情來說 比較避免的 有幫助的 然後我都把它統整起來 想要在今天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十個改變自身磁場的重點筆記 一起來看 不好念喔 不好念 試了好幾次 試了好幾次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前三點 它都是情緒方面的 它們都像是非常非常強而有力的磁鐵 會幫你吸引來大量的惡人惡事 甚至惡靈的部分 開始嘗試先避開這三個事情 你就會先開始初步的感受到你的人生 好像開始變好命的 就開始吧 我個人給這三個情緒稱作 磁場低下三金剛 第一個呢 就是疑神疑鬼的控制情緒 這一點就是我個人是深深有感 每次都被這一點衝康衝人殘 我個人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是PTT馬佛版的重度使用者 不管像是柯南啦 或是今天一少年事件啦 各式各樣的那種 那種推理局 就是我個人最最最最喜歡的 印象深刻 我看的最厲害最厲害的那個時期 我剛換了一家公司 然後呢我就在公司的附近 就開始要找房子 我那時候找了一個房子 我住起來了 我連住在房子裡面 我會整天我還在看馬佛版 我很多喜歡看 馬佛版就是這樣說 他的牌板就前面先鋪層鋪層鋪層 然後到最後突然冒出去可怕的話 你知道嗎 通常去都還說 剛好家裡都會有一些生命 比方說定在牆上的照片 突然飄到地上 一身窗簾 他這樣子背起來 然後這樣子刮到牆上 一定都會剛好有一個聲音 就我常常被那個嚇到這樣子 住進那個家之後 通常常覺得暈暈糊糊 覺得好累喔 生病的次數變頻繁 最重要的是 那時候就常常跟人家爭執不斷 尤其是當時的另外一半 就三部學都會想要幹掉 對方那種小孩 就算是覺得就吵得很厲害 超級厲害這樣 有一天我公開出一次飯的時候 我就在講 然後呢 我朋友就說 你去去查那個胸宅王 然後就查 蛤 這種東西是不是有 本來還在笑 然後笑了笑 然後真的是 笑我直接僵在臉上 原地實話欸 反正我做的那個就是情侶吵架 然後就是吵到很激烈 其中一個人就想不開 他就 然後我就整個雞皮疙瘩 從腳底起到頭頂 我本來還覺得就是 那個家是特別特別的浪漫 特別特別的有情調 因為那個家呢 他的窗戶不是像這樣子可以推開 或是這樣前後推開那種窗戶 他的窗戶呢 是像那種木條這樣一條一條一條的 讓光是透過那個木條這樣穿進來的 想一想 怎麼想都不合理吧 現代的房子哪有人在封窗 我那時候真的是嚇到 整個就有點失魂落魄 這樣子就是去找那個老師 然後老師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是不是有壞習慣 愛看一些恐怖故事 你的流年也沒有到最差的時候 你的人也沒有被跟啦 然後也沒有被碎 都沒有 就只是你這個人磁場 就是不明的原因 就是很低落很低落很低落 通常我們這種齁 就會知道就是愛看一些恐怖故事 恐怖電影跟恐怖小說 就是把自己嚇的啦 這都是自找的啦 一方面就是 就是覺得就是都被說出來 一方面覺得有點丟臉 經過這次的 非常大寫靈眼教訓之後呢 我就戒掉了 愛看這種恐怖東西的 壞習慣很長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已經說了 他是因為當你閒來無事的時候 這個店還是會翻一下 反正前陣子就是那個 剛好看到泰伯版的流星花園 然後想到喔 天哪 就是覺得藤堂靜好漂亮之餘 想到喔 那時候真的是流星花園 不管是哪一版的 我真的都看過 然後想到喔 日本的道明是松本潤真帥 眼睛便宜的時候也蠻帥 不然就再來看一下 我前陣子就在那裡一直狂看一下 然後就如同大家所知道 前陣子就是稍微卡到稍微卡到這樣 疑神異鬼的恐懼可以包含到 不只你去看那些恐怖的小說 恐怖的漫畫 包含你自己 在一段關係裡面 沒有足夠的安全感跟信賴感 常常會感覺到自己很狂恐 自己感覺到一身一鬼 那樣子也會讓你的磁場 變得非常非常的低下 能夠做到就是不要去看 不要去聽那些恐怖的故事 那些恐怖的文章 如果是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人 讓你就是整個完全沒有信賴感 整天需要一身一鬼的話 要滿就是改變自己 要滿就是離開這個人 不然的話 他就是會直接影響到你的磁場 越來越低下的一個 非常非常主要的原因 在這邊 語重心長的分享給大家 第二個 自我否定的低迷情緒 自我否定就是因為覺得自己 不夠好不配 不值得 這個聽起來沒有什麼不好吧 一個自我檢討的人跟有自我認知的人 應該不是什麼壞事吧 自我檢討跟自我否定是兩件事情 自我檢討是知道自己有多麼的不足 但依然深愛著自己 而自我否定是 連自己都站在自己的對立面 用一個自己的心 站在他人跟世界的角度去批判自己 甚至他人根本都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可是自己先否定自己 我覺得這一點造成的殺傷力 並不比第一點還要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自我否定 他會把所有的好事情 好機會 好的人 推出自己的世界之外 這一點特別是在很缺愛的家庭裡面長大的人 特別會容易有的一個情緒 因為愛從來沒有體驗過 因為愛從來沒有降臨過 所以當愛來到的時候 會很下意識的感覺到看不住 所有那些糟糕的事情 糟糕的經驗 都是他可以想像的 所以他可以跟這些東西一直圍伍 所以他也不會覺得特別特別奇怪 是有好事情來的時候 他不知做何反應 所以就是下意識先跑掉了 所以他的世界裡面 只剩下糟糕的體驗 跟糟糕的人事物 就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傷心的 就是我自己成長過程當中 也有遇過像這樣子的朋友 他是一個很美好的存在 可是你就是無論如何 你都沒有辦法 讓他去明白到這一點 甚至有非常非常優秀的人追求他 然後他就在大家一片驚訝聲 跟勸阻聲中 他是義無反顧的 跟一個大家就覺得糟糕透明的 另外一個人在一起 旁觀的朋友們就會說 那個誰誰他不是要追你嗎 你就很不願意試著給他一個機會 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試著講出什麼 可是他講不出來 他到最後想了好久 然後他說的話是 他太好了 我沒有辦法想像我跟他這樣子 如果在當時的我比現在更加的表達能力更好 然後態度更加強勢 我是不是可以給他兩巴掌告訴他 你比你想像中的好很多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你自己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你老是在做錯誤的決定 無論如何特別想要讓你知道的是 你比你想像中的好 你就是這個世界上 最獨一無二的存在 不用相信那些破人破事 他們說的 這個世界上只有他們愛你 除了他們知道沒有人接受 你不要再相信這些話 你原本比你自己想像中的 更值得人家喜愛 更值得遇到很棒很棒很棒的 人生的一些機會 會跟一些好運氣 那些都會降臨在你身上 但請你先相信你值得好嗎 因為這些是在你身邊的人 無論如何的講到嘴巴發乾 都沒有辦法讓你理解到的事情 想要遇見美好 先從平止自我佛病開始 給你做個參考 讓一個人磁場低下的三大金剛中的Santa 你知道它是什麼樣子的情緒嗎 你來猜猜看 在各式各樣的負面情緒裡面 什麼樣子的情緒 是會最大程度的傷害到自己的 你可能會猜是生氣啦 你可能會猜是嫉妒啦 但其實正確答案可能會讓你很驚訝 她是後悔 尤其是日階的後悔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很難懂 一直到我自己的爸爸離開之後 我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爸爸在我24歲的時候離開的 到現在已經七年了 你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難 你在工作上遇到了挫折 你感覺到很傷心很低落的時候 你到那時候才會理解 在過去爸爸回家的時候 臉看起來很疲憊 臉看起來很落寞的那些樣子 他是怎麼來的 到我爸爸在職場上 彭職也過得不是很開心吧 他肯定特別特別的希望 這個時候可以聽到一些家人的安慰吧 如果在那個時候說一點什麼就好了 到自己長大了 他開始有能力去對家人好了 可是他已經不在了 年紀越大就越容易想到 就是過往那些很美好的回憶 很開心的回憶 你也會想到那些過去發生的 就是很多很多大大小小事情 你會開始去想到 喔如果那時候怎麼樣說 可能會好一點 喔那時候可能怎麼樣做 跟對方之間的關係 好像就不會變得那麼糟糕 各式各樣的像這樣子的想法 一直到我自己靜棺材那天 我想我都會一直去想到 當爸爸的小孩的那... 我的人生在接下來的 不管過多少年次到我靜棺材那天為止 我相信我自己一定會 不斷的持續的 因為在當爸爸的小孩的那24年裡面 做的不夠多 而產生或多或少 後悔的想法跟後悔的心情 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震撼教育室的感受到 後悔是一個怎麼樣子的情緒 停止很EMO很傷心的部分 讓我們要比較正面的情緒看著這些事情 你們從大叔知道嗎 我會成為一個YouTuber 就是因為我情緒感受力很強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喜怒哀樂 我也可以感受到 當我自己的情緒在比較低落的時候 比較傷心的時候 影片的成效就比較不會那麼好 因為我沒有辦法全然的開心的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棒棒的事情 大叔就會問說 你最近休息比較累啊 要好好休息 要好好放鬆喔 可是當我在真的很開心 跟全然的覺得很幸福 跟很快樂的時候 我的留言區全部都是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感受到你的快樂 每當我特別沉浸在後悔 跟傷心的情緒當中 那時候真的可以感覺到 身體比較脆弱 內心也比較脆弱 但你要說它是一個全然的壞事情嗎 我覺得不是 我沒有一位爸爸離開 而變成一個很會跟人家維繫關係的人 但是我非常有感發現 我自己變成一個非常珍惜當下的人 不管是朋友也好 一起工作的夥伴也好 我也經歷過後悔那個很痛苦的感覺 而且它會伴隨的時間非常非常的長 因為後悔這件事情就是 過了就是過了 你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去挑戰到 所以我個人覺得 對抗這一點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珍惜當下 或當下 你都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儘管今天我度過的這個階段 結束了這個階段 我都不後悔我今天做的任何事情 那就是最好最好的解決辦法 關於這一點真的是很值得大家 無論花多少的時間 只要你開始有想這件事情 那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的好的開始 特別想要分享給你的 第四點 請止說出或冒出 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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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絕大多數時候 我們就是怎麼樣都看 一個人看不順眼 大家都在誇他 大家都喜歡他 大家都對他超有好感 可不知道你說不上哪一個感覺 怎麼真的 沒有喜歡他啦 憑什麼這個好像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才會講 年輕年代都講什麼你知道嗎 蛤我不懂欸 說我不懂他嗎 你懂不懂 那個人失誤 根本就不是大家在聊天的重點 假設Nana好了 我好愛她們 欸你也認識Nana嗎 我超喜歡她的 Nana真的超好笑 你不認識她們嗎 我覺得你要認識她 Nana真的是我見過這個世界上 最無私的人 眉飛色舞在談論 大家多喜歡她 就聽著聽著 明明Nana的好 Nana的妙 Nana的呱呱叫 都跟你個人沒有關係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是喜歡Nana喜歡不起來 甚至到人家給你看照片 你就忍不住看一看 就苦澀就是 挺好的挺好的 嗯 蠻好看的 你跟另外一圈朋友在講 你講說 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欸 我覺得憑什麼 跟我不懂欸 是一個習慣 你講出來之後 剛好不小心跟別人產生共鳴了 你就又會覺得自己是對的 看吧 對吧 我也不懂 我真的不懂欸 我跟你講不管是憑什麼 跟我不懂欸 你沒有辦法用一個很漂亮的表情 講出這兩句話 嗯 這就是 嫉妒使人面目全非的一個非常直觀的體現 而且憑什麼 跟我不懂 真的是一個非常沒有監測性的負面情緒 因為只有當你真心認同一個人的好 你就是覺得 天啊她真棒 天啊她身材真好 我也要跟她一樣好 因為你認同她嘛 所以你會以她為目標 成為跟她一樣的 像這樣子的存在 可是當你用一句我不懂憑什麼 異語否定人家的優秀跟人家的美好 那麼你也同樣的不可能 走到像她那樣子的優秀 她那樣子的美好 我覺得可以改善這一點的是 你開始去想 當你就是看到一個人 大家都喜歡她 跟大家都說她好 忍不住又開始要扁嘴 開始要講出憑什麼的時候 你先按一個暫停去想 她為什麼成功 她贏過其他人事務的關鍵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還沒有辦法 馬上就做到認同 跟馬上去了解 那你試著去理解 然後到那個時候 你也會更加容易的去帶入到 喔那真的蠻厲害的 喔有原因的啦 那樣就好 你不但防止自己變醜了 跟你的思考能力 跟你統整 跟找到問題的答案的那個能力 又再更加一點一點的提升 這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解套方式嗎 在這邊給大家做個參考 第五點 大數據也是一種磁場 這一點呢 老匪已經熟爛於心了 但是我每次想到這一點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值得玩味 跟不斷不斷的反覆反除的 那就是呢 我透過驕傲軟體去知道大數據這件事情 在很多幾年我都有提到過 我自己在驕傲軟體上面有刷到 某知名驕傲軟體的後台數據工程師嘛 他就有跟我說 你在驕傲軟體上面按下的每一個按鍵 交談的每一個人 都正在被大數據記憶著 像之前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比方說你從來不篩選 你不管熱門的不熱門的 你全部都OK 你全部都OK 那你在接下來你滑到超熱門的人選的機率 就會越來越低 為什麼呢 因為驕傲軟體他們要完成的事情 是最大限度的 幫越多人越多人去配對 所以在接下來 你的手機越滑 都是出現那些越不熱門的人 你有驕傲軟體上面的大數據 就只有在這個地方提醒我跟你們講還沒 更有系統 更有訣竅的去使用交友軟體 還有什麼樣子的方式呢 比方說有人持訊息你 然後你也回了他的訊息 你們一直持續在講話 系統會一直統計你們講話的頻率跟長度 互動的熱烈度 這個時候呢 系統就會評判 你喜歡這個類型的 然後系統就會去 從你配對的這個人裡面 去找出興趣 愛好 身高 各式各樣 跟你現在聊得很來的這個人 非常大程度 跟他相似的對象 把他配送到你的手機裡面 不知道聽到這邊聰明的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 你把整個網路世界看成一個巨大的彈珠台 對 就是夜市在玩那個彈珠台一樣 有分很多格很多格很多格 每遇到一個突發事件 然後你每遇到一個人 然後你做出的反應 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軌跡 就是經歷了那些 然後到最後 你掉到某個框裡面的那些彈珠 都是跟你相似的人 他們都是在剛剛遇到那些軌跡以後 跟你做出同樣選擇的人 如果說交友軟體 對你來說不是很貼切 你個人比較少在用交友軟體的話 那線上的購物 我總會有用過吧 你有沒有發現 偶然的情況下 你點了一件衣服 你點進去看 接下來你滑到的時候 你會看到跟剛剛同一個品牌 出的其他衣服 或者是水藍色的連身裙 然後接下來你會發現 你滑到很多很多 相似的水藍色連身裙 甚至你都已經離開了那個APP了 你在Google在逛還是在幹嘛 你就發現廣告欄那邊 還會出現 你知道剛剛你看過那件裙子 就是這個意思 你平常你的雙眼都盯在什麼樣子的事件上面 你的生活周遭 就會被推送 越來越多類似的事件事情 當你對這個特定的事情 產生了一個專注度 它就像一個磁鐵一樣 專注的那件事情 更甚至跟你一樣專注的這樣事情的人 你一定有聽過把你的朋友 你四周的人 你是怎麼跟你女朋友認識的 我們兩個就是在一起 在那個旅遊的時候遇到 我們兩個是同一個旅行團的 又或者說 一起去參加救助活動 一些公益活動的時候認識的 然後發現我們兩個都很喜歡Google 你想要有什麼樣子的對象 你想要有什麼樣子的機會 那你就是要多去跟那樣子的場域 跟那樣子的人去情境 諸如此類的 到底什麼樣子的東西是 你在生活當中你想要遇到的 你想要擁有的 跟你想要花時間與之為伍的 那你就往那個地方去前進 想辦法讓自己進到那個環境裡面 當你看到這支影片 你等一下你在打開你的社交媒體的時候 你在看你正在關注的東西 跟系統推送給你的東西 你大概或多或少 就會了解到自己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這點是非常值得 我們大家都去想一想的 嗯 第六點 想要沾洗氣就從賀喜做起 從古代到現在都是嘛 比方說家裡面有人 好像狀元啦 大概都可以恭喜啊恭喜啊 你就上門去恭喜 然後跟新年的時候大家 互相道喜 互相拜訓 你不要拒絕它是一個 封建啊 迷信啊 走行式 我跟你講 太年輕了 喜氣這種東西真的是會互相傳染 就像我自己去參拜月老的時候 當天就三組新人去懷悅 你帶著喜餅 你有發現說恭喜喔 拿著喜餅這樣高舉 雖然我沒有吃到喜餅 可是其他人成功了 其他人順利了 然後我在現場我也感受到那份喜氣 當成功的案例在自己的身邊發生 你會真的覺得自己 接下來在嘗試的事情 成功機率也跟得大了起來 如果你覺得拜月老這個例子 你要聽起來太姐妹了 你在想想NBA 為什麼大家會想辦法加進去那個 很強很強的隊伍呢 自己明明就只能做板凳 得分數在那邊揮毛巾拍人家屁股 在大賽的時候一直沒有實戰經驗 對自己的經歷會有幫助嗎 NBA的板凳的作用 它不單止是在揮毛巾直角拍隊有屁股而已 一個想要成功的人 他去沉浸式的感染成功者 他在成功的那一刻的喜悅 榮譽感勝利感 道喜就是一個最直接 接觸人家喜氣養養的那個慈場的方式 因為你去跟人家道喜的時候 你去感染別人的喜悅 替別人快樂 你自己的心裡面也種下一個很開心的一個能量 你用很開心的情緒 不管去面對你自己的工作 或是你自己的生活 儘管現在的生活還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因為有好情緒加持的關係 你感覺到現在你面對的這個困境 你好像有該怎麼面對它的勇氣 再次找到當初接受挑戰的那一份 很強勢很有熱情的那個情緒 相反的 不管現實生活中或是在網路上 你一直在唱追人家的程度 或者是你一直在為人家 明明做的很好事情 在那邊硬要賀道慘 在你身邊的人也是一大群 慣性賀道慘的人 慣性用非正面角度去看待失誤的人 我都語中心長的告訴你 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你在這個團體裡面 你又不會找到溫暖 不好說 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壯大 你稍微窄到頭角 出人頭底了 然而你身邊的人 卻都是這些賀道慘的人 接下來會迎接你是什麼 他們有了新的賀道慘的對象 看到這裡上岸還不完 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環境 去看待四周 所有發生的美好的事情 給予他們一些鼓勵跟掌聲 你真的可以有感覺的 感覺到一個喜慶的美好的 面量的慈場 正在一點一點的 進入到你的生活圈當中 做參考 第七點 擁有超強大幸福磁場的秘密 就是帶給別人幸福 上一點在講比較接近於被感染嘛 是接好運啊 站在人家的喜氣 這一點比較接近於自身 擁有正面的能量 正面的磁場 去力滾力的方式 讓自己的正面的能量 越來越強大 這一點呢又重新回到 我剛開始做床邊故事上面 在那之前呢 我試過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去做社群嘛 PO一些美照啦 下午茶照啦 就幾乎整整一年吧 就長不到一千粉絲 就一直維持在一萬人左右 後來我認識你嘛 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分享很多我自己小時候的事情 然後他笑到不行 然後說我帶給他很多很多的快樂 他有時候起床的時候 想到我昨天跟他講的東西笑醒 這算是我滿長久以來第一次發現到 因為他想到你的快樂 無形當中會影響到你自己的心情 跟自己的狀態 那時候就開始幾乎每一天 就是在我現實動態 就分享一個小故事 有時候是分享一些好笑的 小時候的黑歷史的部分 有時候是分享一些 我覺得很好吃的餅乾 或是很好聞的香水啦等等等等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粉絲就突然長到 一萬八 算對大家來說可能也不是很多 但是那時候開始也會感覺到 大家會把他看完故事 他發生的事情 再分享給你 我自己也笑到不行 你可以這樣說 這三十年來的人生裡面 如果你要我挑選前十大的快樂 那一個月的床編故事馬拉松 絕對可以排得上 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刻的 前十名的一個片段 你跟大家分享 獲得成功的方法 你獲得幸福的方法 別人按照你分享去做 然後他也成功了 他也實現了 他一定會想到你 他也許不會分門道謝啦 或是直接的反饋什麼給你 但是一般你獲得快樂的方法 分享給這個世界 直接或間接的 因為你而感覺到快樂 那些快樂 全部都會像毀光返照一樣 全部的 再返回到你自己 比方說你跟大家分享 你去玩哈利波特的樂園 哪些東西是必吃 哪些東西是必玩 然後你放到網路上 你跟大家分享 然後大家按照你的流程去 然後大家那天覺得很幸福 就會覺得這功力真的是跟對 這個人也太用心了吧 今天過得也太讚了吧 你就這樣想 別人因為你的幫助而得到幸福 在他也獲得幸福的那個當下 從那一刻起 也得到他真心的祝福 他們就是你幸福的下限 從那以後你就是幸福的藍鑽會員 用這樣講也許很抽象 但你不妨可以試試看 從今天開始想一想 你有什麼東西做的比別人 特別特別好的方式 你特別會處理你的頭髮 你特別知道有哪一間 秘密的隱藏的香氛蠟燭啦 好吃的餐廳啦等等等等 把它分享出來 你就開始做做看 你可以慢慢的感覺到 不知不覺的開心的心情變多了 幸福的心情變多了 讓幸福讓快樂變大的方式 就是從跟別人分享開始 這一點真的建議大家不妨可以試試看 第八點 氣味流通跟良好的光線至關重要 沒有錯這一集就是涉及到風水的部分 之前這邊也有簡單的提到過 藉由之前卡到一個盲測心的 特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時候非常非常多的盲妹 就很關心我 然後又有給我很多很多的妙招 其中一點我覺得特別特別有趣 然後我覺得非常非常有用 而且我之前就有聽過長輩跟我分享 不用花錢又可以改變自身負面能量的 非常非常簡單的方式 可以去曬正中午12點的太陽 曬個20-30分鐘左右 只需要曬後脖子 然後記得要防曬跟帶水 這個也太實在吧 只要你自己自身的陽氣提升了 其他的東西感覺到不舒服 他自己就會走了 頭髮記得綁起來 後脖子一定要露出來 無論如何 如果你感覺到身體不舒服啊 就覺得最近頭重重的啊 狀態累累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看去曬正中午的太陽 真的會感覺到蠻舒服 你們有去看過日出嗎 山欄籠罩的那座山 然後隨著太陽升起來 就是非常非常耀眼 不知不覺那層雲就慢慢慢慢的散掉 像那樣子的感覺 我個人親身盲測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效 同樣的道理 你自己最常待的地方 不管是工作間啊 居住的地方 你都要去注意到 都是會有能量有磁場 互相影響 磁場這件東西就是強的影響弱的 目前的狀態就已經在弱 那你就要讓四周的磁場好起來 不管是臭味還是陰暗的 灰塵密布的那些 它們都是會一點一點的累積負面磁場 尤其是堆積這件事情就是累積負面磁場 最重要最重要的關鍵 不管是地上累積的那些髒衣 越積越多越來越臭 它們就會累積一些自己自身的負面能量 它就會越滾越大越滾越大 你要讓你的空間看起來比較有活力 比較有精神 很簡單的一個小方法是 地上不要放東西 外套你就披起來掛起來 紙袋紙箱類的東西 就是很快很快把它處理好 你地面上的東西越少越好 地面的面積看起來越大 整個空間的通透感也越強 當然會對得及有感覺的人 一定是特別的感覺到最近就是 狀態不是那麼好 不管是受到外在還是自身的 還是覺得自己的磁場不夠好 當你看到這邊的時候 你可以先按一下暫停 先去把窗戶打開 如果現在已經是晚上的話 就等到明天記得躺起床的時候 把窗簾拉開 如果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換氣 沒有開窗 記得窗戶開一個小風 讓你整個空間裡面 新的空氣進來 然後房間有垃圾 趕快拿去丟掉 有髒衣服也趕快把它拿去洗 光是先做到這一些 就一定會慢慢感覺到 你的狀態開始一點一點的再回來了 真的很有效 請一定一定要試試看 第九點 你就是你身邊最親近的五個人的總和 現在這點大家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像是心理測驗的方式去看 然後跟準備紙跟筆 現在在你頭腦裡面 很快很快的去想到 你最近最親近的五個人 跟你從這五個人身上裡面 你可以馬上想得到的那個標籤是什麼 給大家十秒鐘的時間 好 你剛剛所寫下來的那五個人 跟那五個關鍵字 就是你最近的綜合 比方說我自己最近期一起相處的人 你嘛 拖拖啦啦嘛 我的媽媽嘛 嘗試振作 跟我的工作室少女嘛 焦慮不愛 然後跟我的姐姐嘛 奇奇怪怪 然後跟我的飛天大籃珠群組嘛 充滿梗塗跟迷藝嘛 這就是我自己個人最近生活的綜合 你花很多時間跟這些人 跟這些特級相處 他們各自最近的精神力怎麼樣 他們的狀態怎麼樣 你再把他們很均勻的出一屋 那就是你最近的狀態 你最近身邊最親近的 他的事業心滿滿 他常常在跟你分享 他未來的行動跟他的計劃 你就常常在跟這樣的人相處 幹勁都來好 那接下來我也要加油 互相激勵 互相前進的 那你最近身邊都是那種 什麼都不做 整天就是在那邊互傳一了 很閒散的方式的話 那你生活最近一定也衝刺這些梗塗嘛 衝刺這些開心的事情 這一點體現出來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都把你最濃縮的精華精力 都放在什麼上面 可以欠機好好去思考一下 驕傲狀態裡面 你現在正在傳遞著什麼樣子的能量 跟散播著什麼樣子的磁場 你自己身處在什麼樣子的環境 第二個重點 不要忘記 你不只是這五個人的綜合 你同時也是這五個人 或這五個人之外的五分之一 請你好好想想 你是拉高你身邊的人 綜合成績的那一個存在 還是拖垮大家的那一個存在 你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你會成為這五個人的五分之一 就代表你一定特別地重視他們 你會成為人家很讚讚的五分之一 當然不是每個人的人生都會一帆風順 都總是只有好事情發生的 不可能嘛 人生本來就是起起落落落落�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這樣 但是你有沒有嘗試做人家的總和 總是向上那個心態很重要 你不管在價值觀方面 嚼捨跟方面 山風聯火方面 一直把人家的總和往下拉的話 Fin燈 那下一次當人家的斷水裡 ilkams 第一個斷子 就去您的這個部分 越來越長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的時候你前進不是只是為自己而已 你也為了身邊你很在意的其他人 而付出努力 只要你可以想像成 我們都在努力成為了彼此更好的五分之一的 繼續前進 繼續努力的時候 你就不會容易感覺到孤單 那個疲憊感它會轉化成一種 無不己的責任感 在這個地方是可以很棒很棒的 幫助到自己有力量 踏出第一步去轉變自身磁場 在今天記憶點裡面的 punchline的部分 特別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加油! 第十點 日出而做日落而死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前九點它發生的那個當下 比較多的時候都是在 深夜的時候 夜晚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夜晚的時候 開始狂刷社群嘛 不然就是跟朋友相約 看電影 唱歌啦 各式各樣的 身體是跟著宇宙在走 越到晚上我們的精神力 本來就會越來越不集中 可能就會做出很多 讓你很後悔萬分 尷尬萬分的事情 然後你在精神不好的時候 你在做出點什麼 讓你自己更後悔 然後開始自我否定 整個就是負面能量 越累積越多 越累積越多 解決方法就是開始從早睡覺開始 把所有需要動腦 做決定的事情 全部都留到早上 等到日落以後 就讓身體進入休息的狀態 只要在白天的時候 去實現 去執行 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 等到日落的時候 試著把自己切換掉 一個休息狀態 什麼是休息呢 比方說泡泡腳 抬抬腿啦 點一顆很舒服的蠟燭啦 用所有的方式去治癒你今天 所付出的那些體力跟精力 然後當然 當你在有一個很好的休息狀態當下 很容易會有一些靈感啊 還是有些有趣的想法 你一樣可以把它記下來 可是你可以試試看 把執行的部分 就留到隔天早上 當你把你自己的磁場 修復到一個很完好 很美好的狀態 遇到奇蹟 遇到美好的 機率就會大大大大提高 同樣的 在夜晚需要修復的 當然不只我們的心靈嘛 還有我們自己自身狀態跟肌膚的部分 那麼夜間的肌膚修復 就交給我們今天的金主媽媽 CZLE的奇蹟系列 講到這邊 讓我們先來上道具 現在帶大家認識一下C-SWE好了 不管是從我求學階段 然後一直到出社會的過程當中 我個人對於追求每日這件事情 有自己的堅持跟自己的好奇心 我每次都會問大家就是 欸 你有沒有真正覺得很好用的東西 你真正有在熱愛 有在推薦的東西 真的很會挑到好東西的朋友們 跟四周的那些人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的話 就是都有在使用C-SWE 這也是很真實的 我認識到這個品牌的開始 你自己不認識它 可是 夜內真正的大牢 真正的內行人士 大家都不約而同的 私心愛用 私心推薦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愛用它的人都超超超低調 妝台上面一直都會買 然後一直都會囤貨 然後周年線索一定會囤貨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新品 極致夜間提積修護前導水精華 前導是保養的一個非常關鍵 非常重要的步驟 我的一個美容大師朋友 他有用過一個我覺得 超讚超讚的形容詞 我覺得一定可以幫助到大家 秒懂前導的精華多重要 你就像是一個跑完八百公尺 精疲力盡的人 後續那些上萬塊的眼霜啊 乳霜 它都像是超級高級的礦泉水啦 然後當你把它擰開 你仰頭準備大喝特喝的時候 但是你口罩根本沒有拿下來 不管你照了多少多少 它都是從你的臉頰這樣子流過 你怎麼就還是口乾舌燥 你的毛孔就是你的嘴 而前導精華 它就是一個很溫柔的 幫你把口罩拉下來 幫你把嘴巴打開來的那個步驟 你要先讓你的毛孔 跟你整個吸收狀態先打開來 接下來那些很高級的 很奢華的那些保養 它們才可以被更好的吸收 而這瓶極致夜間 奇蹟修護前導水精華呢 帶一點稠度 但是同時也是非常非常清爽的質地 它的流動性大概是像這樣子的 然後呢 你這樣子把它輕輕的推開在你的臉上 你就會看到你的皮膚立刻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水潤 吸收非常非常的快 幫助你的皮膚在很快的時間內 讓你的皮膚變得極致的潤澤 而且主打可以提升肌膚的十倍吸收 它可以大大提升吸收力 有主要三個關鍵 第一它超殘效的保濕 從剛剛試質地給大家看就會知道 它不是完全就是像化妝水 就只有水的成分 你可以感覺到它是帶一點點像是 藝人薑這樣子 比較濃稠的精華 它會讓你肌膚一直處於 剛喝飽水的狀態 然後第二個關鍵是 提升吸收力跟調理皮膚 所有主打抗老系列 跟平常的一般系列保養品裡面 它最大最大區別就是 激活這件事情 就像所有情緒方面的那些能量一樣 沒有任何一個先端 可以透過它的力量 來幫助你的皮膚軌到18歲 所有最棒最棒那些抗老的精華那些保養 它都是 到達你肌膚的深處 去激活你自己的細胞 讓你的皮膚重新打起精神 回到它這個年紀 能達到最好狀態 而這瓶前導精華 就很像開挖掘機的方式 到達你毛孔最最最最深處的地方 邀請它後續的其他保養的人 就可以很順利的到達 它所到達的地方 來幫忙激活你的肌膚 然後第三個關鍵 也是最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它要很棒的 修護 緊緻 跟抗老 所有今天因為陽光 髒污 疲勞 肌膚累積的各式各樣的那些打擊 恢復到一個 最最最深層的 修護的狀態 如同大家所見 我最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頻繁的在感受它 真的越變越喜歡 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個超級有感的改善 我之後的肌膚上妝狀態 跟整個氣色的 一瓶前導精華 作為金主媽媽 我當然會建議大家 把整個奇蹟系列 全部一整套的去使用 可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真心推薦你 就是這一罐前導水精華 它真的可以讓後續 那些其他步驟的保養品的吸收力 更加更加的好 我覺得跟誰都能組團 跟誰都能組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本身是整套控 在中年期留有一筆預算的話 真心建議 你可以試試他們家的 極致夜間奇蹟精華 以及眼部精萃 他們兩個也同樣都是夜間的 這個呢 是他們家的精華 擠出來的時候 會有淡淡淡淡淡的 就是膚色 你抹開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透明的 最重要的是 整個系列都散發著我 非常非常喜歡的 非常好聞 非常療癒的香氣 不是香精味 而是一個非常舒服 非常頂級的直萃的香氛的氣味 在非常非常棒的SPA裡面 才會聞到一個很舒服的味道 再來是眼霜的質地給大家看 它的質地呢 就是白色的 剛剛那個是有點粉膚色的 而這個是完全白色的 它一樣 非常非常好推開 它擦在眼睛上面 你就感覺到喝飽水 那個舒適感 最近體育的好狀態 都是奇蹟系列所給的 接下來不管是工作 還是在安排分離的部分 就是特別希望有奇蹟發生的 需要奇蹟美貌的一些時刻 我可以說是把我的妝台上面 所有的鴨香寶 都拿出來用 不然是需要動起來的部分 還是保養的部分 還是彩妝的部分 最近真的是把最棒的東西 都拿出來了 然後保養的部分 當然就是奇蹟系列 真的很想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 我自己所感受到 Miracle的部分 Amazing 再幫大家最後複習一下 前倒水精華 就是幫你的保養之路呢 先鋪上一層花路 在後面不管是誰走到來 都像是在走紅毯一樣 打發個很棒很棒的 呈現氣候的作用 而這一瓶再生精華呢 它是針對各種膚質 還有針對各種的老化情況 去很精準地達到 抗老效果的保養產品 而這一瓶眼部精髓 它是可以針對 各式各樣的眼部輪廓的問題 不管像是黑眼圈啦 眼角的細紋啦 尤其是眼部浮腫的部分 真的很棒很棒的 打到雙眼充滿活力的狀態 我想大家應該看不出來 我昨天還是因為嘴柴 忍不住吃了 一大碗泡麵 你看 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拍攝 跟泡麵的加持下 還能保持這麼水潤 跟透亮的狀態 就是我最想跟大家推薦的地方 好吧 我記得跟大家分享了 十個修護自己的磁場 讓自己整個人的狀態 越來越讚了 一些小小的撇步 感謝生活上面的小心得 私的所有目前的感覺到 他最近的磁場非常非常低迷 非常非常想調整自己狀態的朋友們 歡迎追蹤我的所有社群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好啦 今天先這樣吧 掰掰 每個快又是發揮的 每個很快 每個都可以 知道 每個更快 我們下心的